欢迎收看香港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订阅香港新闻台 也可以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香港建制派近日来拿港人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也就是所谓的BNO大作文章 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一指出 北京应该要严格执行中国国际法禁止双重国际 认为中央正在考虑采取反制的措施 来回应BNO移民英国的政策 苹果日报引述香港南华早报消息指出 北京似乎正在考虑要禁止BNO护照持有人 在香港出人公职 甚至要取夺他们的投票权 不过据了解官员们对此仍有分歧 香港南华早报的报导指出 相关的提议会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本月20号到22号加开的会议当中来讨论 消息指出 这一次人大常委会也会讨论 要反制英方BNO5加1方案的措施 主要是因为本月底 就会有将近540万符合资格的香港居民 可以申请BNO签证来移民英国 北京应该会出台新的措施来报复英方 消息人士指出取消有BNO资格的人来出任公职 较有法律的依据 要持夺公权则较为困难 此前路透报导也披露 北京早就有意思要更改香港的选举制度 力图一劳永逸来解决香港的民主派 目的是为了要立足民主派在议会当中取得过半的议席 影响特首的选举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被问到国际法一事时回应 BNO只是旅游的证件 不会享有任何的领事保护 有关国际的问题是中央的视权 是严肃的问题 如果中央对于譬如BNO的态度 以及处理做出任何的决定 特区政府应该要积极的配合 另外自有亚洲电台的一篇评论指出 如果建制派主张禁止双重国籍 那么就一定要从香港高层官员做起 香港多名高官金属皆有外国国籍 林郑月娥的丈夫跟两名儿子都是英国籍 而前特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梁振英的家人 也很早就已经入籍英国 负责镇压香港示威者的保安局局长 李家超虽然已经放弃英籍 但是他的妻子跟两名儿子 都有英国公民的身份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妻子 跟两名子女也都是英籍 绿政司司长郑洛华的丈夫 潘乐陶则是加拿大籍 评论指出所谓上两不正下两外 一般肩负港人命运的高官 各个家人竟然是双重国籍 试问要如何服众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回应传媒时表示 国籍的问题世俗敏感 基于历史的原因 中英两国政府对于如何处理编欧护照 早就已经有共识 如果有人单方面的偏离共识 另外一方面要采取行动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中国跟香港受到外国不合理制裁的时候 没有理由什么也不做 而港府会配合北京中央政府采取的反制措施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谢峰 昨天正式卸任返回北京 港媒星岛日报今天的消息指出 谢峰渴望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主管美国事务等等 成为香港主权转移之后 首名高升的特派员 报导指出 中国外交部现任副部长郑泽光 内定要接替刘晓明来担任驻英国大使 而本身是美国通的谢峰 返回北京之后将接替郑泽光来担任副外长 分管美洲、大洋洲地区的事务 香港主权转移以来 中国外交部共有六名驻港特派员 前四任是马玉珍、吉佩鼎、杨文昌、吕新华 他们卸任之后都退居二线 而第五任宋哲卸任之后 则担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但是已今年禁退休之零 报导指出 谢峰担任副外长 虽然仍然还是副部级 但是权责较大 被视为是高升 中时电子报分析 谢峰的人事案标志着 中国外交系统正式展开大换血 谢峰高升副部长 现在外交部排名第三的马昭旭 传言将接替崔天凯来出任驻美大使 迎接拜登政府的新局 报导分析指出 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职位任务持重 56岁的谢峰卸任 仅只是中国外交系统大换血的第一步 北京面临到拜登政府即将上任 中央关系等局势变化等等 都可能会牵动到相关的人事挑选跟布局 港媒报导指出 目前还不清楚新任特派员的人选 根据了解谢峰在此行信当中说到 过去三年极不平凡 我们一起亲历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也一起经受了黑豹肆虐 跟新冠疫情给香港经济社会的冲击跟伤害 跟一起见证了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 香港游乱倒置 重返正轨的历史转折 面对香港回归以来最复杂严峻的局面 跟外部势力疯狂干预 公署牢记使命 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跟发展的利益 56岁的谢峰毕业于外交学院 上世纪80年代中进入到了外交部 长期参加对美工作 2000年到2003年担任驻美大使馆的参赞 发言人 时任驻美大使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2018年他担任驻美公使 2010年出任外交部北美大扬州司司长 2014年获得任命为驻印尼大使 2017年担任驻港特派员 有中国官方消息指出 香港在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之后 美国大打香港牌 外交部驻港公署敢于斗争 获得高层的赏试 谢峰也曾经在2019年11月 召见美国驻港总领事史默克 就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提出强烈的抗议跟坚决的反对 他也曾经通斥街头暴力病毒 并扬言这种病毒不是SARS 但是却比SARS来得更致命 因为它有国界但是却毫无底线 而且极易于民粹主义 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等等其他的病毒来交叉感染 甚至变异为恐怖主义的毒瘤 他更曾经在某个论坛当中强调过 国安法的实施开启了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的新阶段 香港等于加装的防盗门跟防驳题 根据港媒报道 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今天清晨 以协助罪犯为名拘捕了11个人 包括了八男三女 其中包括了保护散发起人律师黄国彤 以及前学联副秘书长何杰鸿的母亲 自由时报报道指出 香港人权律师九龙城区议员黄国通 今天早上在脸书写道 国安大概6点10分到我家 占不知是哪一个警署 会不断地更新 而前学联副秘书长何杰鸿也在脸书表示 他的母亲今天早上6点15分 被警察上门拘捕 带到全湾警署 根据了解跟12港人案有关 中广报道指出 黄国彤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 曾经多次以义务律师的身份 来协助被捕的年轻人 同时他也是保护散行动的发起人之一 台湾之前遭人颇会晤的保护散餐厅 就是聘用在台湾的香港抗争者工作 黄国彤被捕的消息传出之后 就有大批的网友在脸书留言 希望他可以平安 12港人在2020年8月企图搭船偷渡台湾 途中遭到广东的海警截查 之后被扣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 当年12月30号 法院以偷越边境罪跟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 判处10名成年被告7个月到3年的有期徒刑 而两名未成年被告则获得不起诉 以交给香港警方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13号发表了 2021年世界人权报告 其中有很大的篇幅 聚焦在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 报告批评中国在人权方面处于自1989年 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以来最黑暗的时期 综合媒体报导 人权观察这份报告的中国篇 分别就中国在防疫香港新疆打压言论自由 大规模监控等方面 会整的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行径 报告首先指出 中国的威权主义在疫情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中国隐匿疫情以传播谣言来打压吹哨人 采取严厉的封城措施 报导疫情真相的人士遭到逮捕 拒绝国际社会的调查 并对染疫死亡的家属实施监控跟骚扰 同时人权报告将香港问题列为中国人权恶化的首位 香港国安法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于港人自由最猛烈的攻击 港府大量的拘捕民主派人士 怨荣光归香港禁止在校园传唱 就连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都会被视为违法 香港的新闻自由持续的恶化 部分的摄影人士被迫逃亡 新闻自由也持续的恶化当中 中国政府持续的消灭新疆维吾尔族跟其他土爵裔穆斯林的身份认同 大批的穆斯林遭到了任意的拘禁跟强迫劳动 接受大规模的监控跟灌输政治思想 从2017年起在当地兴建了超过260座巨型的拘押设施 目前仍有为数众多的穆斯林遭到关押 报告还批评中国当局持续的打压维权人士 言论自由持续的恶化 例如一度遭到拘捕的前清大教授许章润 日前被判刑的红二代任志强等等 中国还以寻衅滋事拘捕并且起诉了多名的网友 同时持续的推动宗教中国化 报告还批评中国借着应对疫情 推出了健康码来监控民众 在新疆使用人脸辨识系统 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表示 中国依然是全球人权的最大威胁 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展开了自1989年 六四天安门镇压以来最密集的镇压行动 谢谢收看香港新闻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订阅香港新闻台 感谢您的支持